世界少棒大会 台湾大会的台北交流赛今天开幕了 第一场比赛由台北摄子国小对上了日本关东联队 台湾小将虽然在打击方面表现还不错 但是呢 守备明显不如日本联队 最后是以11比2败阵 而第二场比赛的长安国小也是以13比0败给了日桥武士队 教练表示呢 台湾是个别的国小组成球队 对上了日本精英联队 难免会逊色一点 不过呢 也能借此机会 让球员有跨国比赛的经验 身色球衣的台湾摄子国小队对上来自日本的关东联队 面对对手进攻 台湾小将卖力防守 这一季一垒刺杀让场边响起一阵欢呼 世界少棒大会的台北交流开幕赛 吸引不少民众到场观看 还有人在脸上画了国旗替台湾小将加油 不过由日本各校精选选手组成的关东联队攻势强劲 第一二局就接连攻下7分 加上守备严密 中场就以11比2打败台湾的摄子国小队 队长说 守备还有进步空间 今天的失误很多 所以希望那个可以打好一点 而教练表示 这一次的少棒交流比赛 台湾都是以个别国小来猜赛 反观日本对派出的是各校精选的联队 相信之下 台湾选手的经验就不够丰富 虽然输可是觉得还 还不错啦 内容来讲 因为他现在是 我们目前都是五年级要升六年级的 目前都还在 还在训练当中 而第二场比赛 台湾的长安国小也以13比0 败给日本的日巧武士队 尽管比赛落败 不过借着交流赛 也让台湾小将有机会 在棒球起步的开始 就能有和其他国家球队比赛的经验 借此来练球技 记者 继续报道